男友公务员面试成功,立刻跟我提分手。 分手吧,人分三六九等,我妈说未来媳妇必须是上等人。 分手后,家里给我安排相亲。 再见前男友,他对我新男友点头哈腰笑着喊,领导好。 男友公务员成功上岸,在我准备去给他庆祝的路上,却接到他打来的分手电话。 姚欣,我们分手吧。 我顿时猛了,上周还在谈找个合适的时间见家长,怎么现在突然提分手? 为什么?面对我的逼问,男友不耐烦地说,人分三六九等。 我妈说我未来媳妇必须是上等人。 大清都亡了百年,还做着封建梦呢。 再说了,我家好歹也算个爆发户,怎么就成下等人了。 我都还没来及回怼,男友就毫不留情地挂断了电话。 看来分手已成定局,望着手上的大红本。 我默默地长叹了口气,现在送套房怎么就这么难? 得知我被分手。 闺蜜担心我受伤,拉着我去酒吧喝酒放松。 我喝了不少,闺蜜安排了一个小鲜肉送我回家。 刚走到门口,我脑袋一晃,不小心撞到别人。 瞎呀,走路不长眼吗? 熟悉的咒骂声,让我猛地抬头。 哟,这不是我刚分手的前男友吗? 庄英俊认出我后,立刻将我刚才不小心,撞到的女生护在身后,满脸警惕地看着我。 姚欣,跟踪我有意思吗? 我们都分手了,你为什么还纠缠着我不放? 我气得发笑,多大脸呀,觉得我在跟踪你。 或许是闻到我身上的酒味,庄英俊看我的眼神越发地嫌弃。 大晚上喝成这样,不知减点,我妈说得没错,你就是下等。 我下等,那他身边的女生看着也喝了不少,他算什么? 上等特权吗? 真是可笑。 这时被庄英俊护在,身后的女生也探出头来,对我笑得那叫一个绿茶。 掐着嗓子跟庄英俊撒娇, 俊哥,这就是你前女友吗? 难怪你急着分手,确实会拉低你的档次。 女神发话,庄英俊立刻拥护,那时,他哪能跟你比? 你爸爸可不是普通人,从生下来那一刻开始,你们就注定不是一个等级。 难怪庄英俊急着跟我分手,原来勾搭上白富美。 不过这两人还真是王八,看绿豆贼对眼,什么锅配什么盖,天生一对。 一口一个下等人,拉低档次地说我,真当我没脾气。 我两步上前,快速地将几个巴掌抽打在庄英俊的脸上。 我用尽了力气,庄英俊的侧脸顿时一片红肿。 他身后的女生尖叫着要报警,庄英俊做事要冲上来打我。 我淡定地站着,他要敢动手,我五年跆拳到黑带,也不是白拿的,保证打得他满地找牙。 庄英俊冲上前,我还没出手,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,拽住了庄英俊的手腕。 冰冷低沉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,跟女人动手。 我回头一看,是闺蜜安排送我回家的小鲜肉。 男友力爆棚,这出厂费给得值,晚上回去就让闺蜜给他翻倍小费。 他稍稍实力,庄英俊的脸就仗成猪肝色。 我不想惹事,示意小鲜肉放开庄英俊。 庄英俊耸了,拿出手机威胁我要报警。 我冷冷地看着他,别忘了你干的那些好事,不过是面试成功就这么嚣张, 信不信我举报你。 庄英俊顿时哑了炮,眼神都慌了。 见他认怂,我拉着小鲜肉转身离开。 他爱走花路,底子不干净着呢。 惹急了我,谁也别想好过。 真是冤家路窄。 我带着小鲜肉在路边等待架,一辆奔驰车停在了我们面前。 车窗下降的同时,露出前男友和绿茶女那两张恶心脸来。 绿茶女坐在副驾上冲着我,笑得一脸得意。 姐姐,等车呀,要不我们送你一路吧,这个点打车好贵。 听英俊哥说你家很穷,替你省点,就当我做善事了,好不好。 我心里一阵冷笑,故意贬低我,还说做善事。 又当又利,真当别人看不出他多绿茶吗? 靠着别人的嘴了解我,你脑袋是用来增高的吗? 我对了一句,庄英俊便立刻出来拥护绿茶女。 远远,我们不要太善良。 你这车这么贵,他没坐过不适应,万一吐你车上多晦气。 两人一唱一喝得比演戏还热闹。 他跟新女友阴阳怪气玩,还不忘再踩我一脚。 没钱学别人来酒吧买什么罪,施舍你二十,打个车回去,别丢人现眼。 说完,庄英俊从兜里,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元钞票,扔给了我。 有钱谁不要? 我亮亮呛呛地捡起来,笑眼望着他。 谈钱是吧? 你这两年备考,借了我不少钱。 既然分手,该还了吧。 打个折,还我十万就好。 庄英俊几眼了,你胡说。 他这人读书一般,在考工却十分地执着。 连续考了几次,这才考上。 这期间所以的花销,都是我在付。 我家是有钱,凭什么给狗花? 不承认。 那我微信列个账单给你,你自己算算。 感谢时代的发展,每一笔转账都有迹可循。 他想赖账,门都没有。 庄英俊黑着脸不说话,我又将目光转向一旁的绿茶女。 你很有钱,喜欢做善事,要不你替他还一下。 这回绿茶女沉默了。 庄英俊搂着绿茶女,阴阳怪气地冲着我。 我们走,不用理会这种人,可怜之人,必有可恨之处。 走可以啊,说说什么时候还钱。 微信还是支付宝,总得给个话吧。 我正打算拦住他们,带嫁小哥来了。 先生,小姐,请上车。 今天出门急,我开的是我爸的黑色宾利。 不过,这车也足够惊掉那俩人的下巴。 我喝多了,头晕。 赶紧拉着小鲜肉坐上车。 临走之前,还不忘叮嘱前男友一句。 记得还钱,不然上法院告你哦。 前男友的脸色比吞了苍蝇还难看。 第二天,我酒醒后,立刻联系了闺蜜。 让她给昨晚的小鲜肉打个赏。 你小脑袋还泡在酒罐子里吧? 昨晚你根本没带人走呀。 闺蜜的话让我猛圈,既然我昨晚没带走人,那送我到家楼下的是谁? 我只记得我当时离开,闺蜜说安排一个人护送我到家。 我没拒绝,拉着站在我身边的男生就走。 难道我拉错人了? 尴尬地能用脚趾头抠出一座魔仙堡来。 还好不熟,以后也没机会见面。 挂了电话,恰好看到前男友发来的微信。 姚欣,真没想到你是这种拜金女。 这男人都能当你爸了,被他包养,你吓得去嘴。 我点开他发给我的图片,仔细一看。 他说的没错,可不就是我爸? 我爸今天开的,是我昨晚开的那辆宾利。 庄英俊就误以为我被老男人包养。 懒得理这渣男,果断拉黑删除,再见吧。 我在我爸的公司实习,不过没有人知道公司老板就是我爸。 刚到公司没多久,就听到门口传来几声嘈杂的叫嚷。 姚欣呢?姚欣是不是在你们公司上班? 让他出来,不然我找你们领导去。 我起身抬头望去,便见庄英俊他妈穿着红色的大花裙,气势汹汹地推搓着安保冲了进来。 族长转头看我,摇心,去处理下。 我尴尬地点了点头,走到他妈面前。 他见到我,面容瞬间猙獰,挥舞着大手就要朝着我脑袋抓来。 幸亏我反应及时,弯腰躲避开。 随后,他也被安保给摁住。 他奋力地挣扎,凶狠地瞪着我。 姚欣,你这个贱人,跟我儿子在一起,又勾搭老男人。 为了钱被老男人包养,你还要不要脸? 人来人往的办公区瞬间安静了下来,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。 我气得要吐血,这老巫婆倒打一耙的功夫,实在太厉害了。 明明是他儿子踢腿攀高枝,现在怎么变成了我出轨被包养。 族长瞪了我一眼,转头笑着跟他说道, 阿姨,这里是办公场所。 你若有事等姚欣下班了,你们好好谈可以吗? 让他把这个签了,我就走。 他给我递来一份文件。 我打开看完,三观被震碎了一地。 难怪他妈会突然找上门来,原来是他在背后使坏。 庄英俊怕我去告他,所以先下手为强,让他妈送来一份声明逼我签字,要我承诺两人交往期间,所有金钱往来都是赠予并非借款。 若是我毁约,还要赔偿他一百万。 无耻至极。 这种下三滥手段,他也好意思用。 我怒视着他妈,将事情高声说出来。 你儿子为了跟有白富美在一起甩了我,你还敢倒打一耙污蔑我。 借了我那么多钱,不想还钱,就用这种手段。 老巫婆这么能耐,怎么不上天跟太阳肩并肩。 他喜欢让大家知道,那就让所有人平平理。 听到我的解释,周围人盯着他妈,不断窃窃私语,气氛有了不小变化。 要闹是吧? 我冷眼盯死他,我工作不要了,你儿子的公务员也别想上。 以前我是把他视为未来婆婆,所以一直忍让敬重他。 他根本没想到我会这么强悍地回怼。 气得直翻白眼。 我看着安保,把他给拖出去,省得等下一口气没上来,脏了我们办公楼晦气。 他甩开安保的手,还想闹。 我直接拿起手机,三秒,你不走,我就报警。 他妈虽然没什么文化,可是他不傻。 甄鱼死网破,他儿子的工作未必能保得住。 我硬刚,他认怂。 你等着,我还会来找你算账。 他妈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公司。 我打听了庄英俊的情况,在他新入职的单位门口蹲塌。 看到我出现,庄英俊的脸顿时就黑了。 你来这里干嘛? 我冷冷一笑,你妈找我麻烦,你也别想好过。 庄英俊的脸瞬间变得猙獰,力气的眼神让我内心有一丝不祥的预感。 他一把拽住我的手,将我往一旁的小巷扯去。 进了小巷之后,他将他的手机扔给了我。 自己看看,你那件样。 看清手机上图片的那一刻,我惊得瞳孔都地震了。 这个无赖,这个人渣,他居然趁着我去洗手间偷拍我。 虽然我们交往许久,可我爸给我下了死命令,没有结婚前绝对不能越轨。 我们一直保持着距离,可我万万没想到庄英俊会如此卑鄙,拍下我换衣服的照片。 气得我想砸手机。 砸吧,反正我电脑里有的是辈分。 身后传来庄英俊阴险得意的声音。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。 我当初到底是怎样瞎了眼,才没看穿他的人面兽心。 你想怎样? 庄英俊挑眉看着我,你签了那份声明,再赔我十万的青春损失费。 青春损失费? 还有青春,他都历秋了吧? 他怎么好意思提出这样的条件? 人不要脸,则无敌吗? 有钱我扔水里听个响,也不要给渣男。 青春损失费十万是吧? 我给你,让你见识一下我跆拳道黑带的厉害。 我猛地拽起庄英俊的胳膊,借着肩膀的力量,狠狠来了一个过肩衰。 真以为我软柿子,好欺负。 啊,他倒在地上痛苦地惨叫,咒骂着要报警抓我。 我拿着他的手机拍在他的脸上,报警呀,让警察看看你这变态偷拍狂。 我再请媒体给你曝光一下,别说你的工作,连你八代祖宗的马甲都捂不住。 他这个耸包打不过我,听到我的威胁后,开始求饶。 还钱,我用力拧着他的手,他疼得嗷嗷叫。 还还还,现在还,我松开手,将手机里的照片删除干净,扔给他。 他还想用没钱当借口。 我直接抢过手机,打开信用卡中心,让他带了一笔出来,还给我。 临走之前,我担心这耸包不死心,特地警告他一番。 开宾里的老头叫孙政华,是我的后台。 你要不怕死,就留着电脑里面的照片,我保证你全家在本市待不下去。 我爸的名头在本市还算响亮,我就不信他不怕。 果然,庄英俊吓得脸色发白,急切地对我说,没有电脑的照片,我胡说的,放过我吧。 我就知道这个,耸淡没这个胆。 他要赶胡来,倒反天罡,我就让他彻底混不下去。 原本以为收拾了一顿庄英俊,我们两个人这事就算是彻底翻篇了。 可是第二天,我就接到了闺蜜张言打来的电话。 电话那头,张言的声音十分急切。 欣欣,你是不是被庄英俊拉黑了朋友圈? 他焦急的语气,让我心头有些不祥的预感。 我跟庄英俊分手后,我便删了他的微信,看不到他的朋友圈。 我把他删了,朋友圈是什么情况? 张言满腔怒火,我就知道那畜生绝对,是仗着你看不到他朋友圈,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黑。 我截图发你微信,你看看怎么办? 要收拾那畜生,你放话,我立马来帮你。 张言跟我多年的好友,他脾气火爆,我担心他出事,连忙将人安抚下来。 别冲动,等我看完再说。 挂了电话,我便收到了张言发来的朋友圈截图。 一共有三张照片,还配了一大段的文字。 他在朋友圈含沙摄影,说是因为发现我人品不好,所以才跟我分手。 他还说我这人拜金,一切只看钱。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,便不断地索要礼物。 最后分手后,还以各种理由威胁他,从他这里骗走了十万块钱。 在结尾,他还安排了几个绿帽的表情,暗示自己被绿。 第一张照片便是他还我十万转账记录。 第二张照片则是我跟小鲜肉坐上我爸宾利车。 看样子应该是行车记录仪上截图下来的照片。 他特意模糊了小鲜肉的脸,将我的脸放大。 第三张照片则是他之前发给我的那张照片,我爸宾利车上下来的画面。 这些照片,再配上言辞凿凿的文字,不知情的人还真以为我是劈腿女郎,被老男人包养的小三呢。 张言比我还要生气,电话才挂没多久,又打了过来。 欣欣,这渣男实在太过分了,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。 明明是他提的分手,他怎么好意思污蔑你? 要不我们公开你和你爸的关系,好好打一打他的脸。 我跟我妈姓,身边除了从小玩到大的那些好朋友,没多少人知道我是孙政华的女儿。 言言子,我都没气。 你气什么,不用我爸出场,我自己就能收拾了这小憋三。 既然庄英俊不想就此翻篇,那我就顺了他的意,陪他好好玩一玩。 张言兴奋地问道,姐妹,准备怎么复仇? 快告诉我。 我冷冷一笑,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 有钱能使鬼推磨,偏偏我有的是钱。 我花钱请了人,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,便调查到了庄英俊,现在女友圆圆所有的资料。 果然不出我所料,这两人不干净着呢,早在半年前两人就在辅导班上认识。 圆圆每天开着奔驰去上课,庄英俊便以为他是个有钱人,便不断追求他,两人很快便勾搭在一起。 看着手上那些暧昧的精彩照,我气得发笑。 明明是渣男劈腿在先,却发朋友圈,骂我不要脸。 若是让庄英俊知道他,这位新女友,其实是个假妇美,还离过婚,连奔驰车都不是他自己。 他会是什么表情呢? 那脸应该会很精彩吧,想想就让人期待。 我收拾好资料,顺便打电话给我爸,跟他借了两名身手利索的保镖,便冲去了渣男家。 我敲了敲门,赶来开门的是庄英俊他妈。 看到我,他妈那叫一个横眉竖眼,你这小贱人来我们家干嘛? 我们英俊早就跟你分手了,就算你倒贴,我儿子也不会看你一眼。 贴你个大头鬼,我一把将他推开。 他踉呛地往后退,脚下没站稳,直接狼狈地摔在地上。 他开始哀嚎,声音如同杀猪一般大。 打人了,要打死人了。 庄英俊闻声急匆匆地赶来,他妈立刻告状,说我要杀人。 庄英俊扶着他妈,怒气冲冲地看着我。 姚欣,你敢动我吗?我跟你拼了。 他坐视要冲过来,人都没到我跟前,就被我爸那两名,气场强大的保镖给拦住。 他不敢动手,只敢怒气冲冲地对我吼。 姚欣,你到底想干嘛? 我冷眼腻着他,就凭你朋友圈发的那些消息,你觉得我想干嘛? 仿佛心虚一般,他气场弱了不少,说话的声音都小了。 我说的也是事实,有什么不对? 我直接打开资料,砸在他脸上。 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,这些是什么? 劈腿,还敢诽谤我。 看到如雪花一般洒落的亲密照,庄英俊傻眼了,转头就开始跟我求饶。 欣欣,这都是误会。 我现在就删朋友圈,马上删。 看他掏手机,我却冷笑了一声。 现在删,晚了。 诽谤我是可以告你的,你朋友圈就是最好的证据,每个看到这条朋友圈的都是证人,这些懂吧? 庄英俊的脸顿时煞白毫无血色,紧张地说话都大舌头。 别,千万别告我,你要怎样都可以,求你了。 刚才还嚣张的他妈,现在听到儿子要被人告,连忙跟着儿子一起求我。 好姑娘,都是误会。 你可千万别告我儿子,求求你了。 他哭得一把鼻涕,一把眼泪的,可我没有半点动容。 我清楚庄英俊那条朋友圈,对一个女生来说意味着什么,若不是我家里还有些势力,我这辈子很可能就被他给毁了。 这种事情,我若不给他一个教训,他往后还不知道要祸害谁呢? 我冷眼看着庄英俊那狼狈样,心里满是愤怒,想不通自己当初怎么眼瞎,看上这么个畜生。 不告你也行,答应我几个条件。 我从包里掏出自己事先你好的声明,递给他。 这份声明你用郑凯公公整整的,给我抄一份发朋友圈,不许屏蔽任何人。 庄英俊接过声明一看,脸都绿了,声明里面不仅揭露了他劈腿的事实,还说清了十万块钱和造谣我的事情,重点还罗列他这些年干的一些坏事。 这些钥匙发出来,虽然不触及法律,可是他的那些朋友怕是都想掐死他。 他犹豫地看着我,我立刻猜到了他的心思。 不想发也行,等着被告丢工作吧。 我不过就是用了他对付我的手段,还击回去而已,声明这招可不就是跟他学的吗? 庄英俊彻底耸了,他妈扯着他的手,不断地劝说。 俊俊,就答应他吧。 这工作,咱们不能丢呀。 庄英俊自然知道工作不能丢,这可是他一辈子的梦,也是他妈炫耀的资本,他怎么舍得丢了工作呢? 他还想企图求我,我根本不搭理他。 无奈之下,他只能答应下来。 好,我写。 他抄第一遍,我嫌弃他写的字太丑,给他撕了。 庄英俊当时那眼神恨不得掐死我。 他抄第二遍,我说有错别字,又给他撕了。 连续抄了三遍,我才算他通过。 他发了三张照片,我让他抄三遍,也算一报还一报。 等他发完朋友圈,我盯着他警告了一番。 我会让人监督你的朋友圈。 三个月内,你敢删了,别怪我找你麻烦。 他连忙保证,我不敢,绝对不会。 就他那点小心思,想跟我玩,做梦去吧。 我冲着他笑了笑,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花了我不少钱,清单我都列好了。 不过,我知道你没钱,我不要你还,我要你家就好。 庄英俊愣了愣,没猜透我话里的意思。 我走出大门,对着两个保镖招手示意了一下。 两个保镖从怀中掏出,早就准备好的大锤,孔无有力的手臂举着大锤。 对着庄家,就是一通乱砸。 他妈吓得失了魂,庄英俊站在原地急得跳脚, 却耸得不敢上前阻止,眼睁睁地看着我带来的人,将他家砸个稀碎。 约莫一个小时后,保镖来到我面前请示, 小姐,这样可以吗? 看着犹如废墟的庄家, 我淡淡一笑,学着绿茶女的腔调回了一句, 差不多吧,收工。 我这人善良,喜欢做善事,剩下的就当送你们不收了。 说完,我戴上墨镜,戴着保镖帅气地离开了现场。 第二天,我跟张颜分享了过程,张颜笑得前腐后仰,直夸我太优秀。 他还给我分享了一个新消息, 因为朋友圈爆料的事情,庄英俊不仅被身边的朋友拉黑了, 还被人冲上门揍了一顿,渣男也算是遭到报应了。 只要他不惹我,我就放他一码,以后就当不认识。 刚挂了闺蜜电话,我爸的电话就来了。 他知道了分手的事情,逼着我去相亲。 赶不去,明天就让你回来继承公司。 说好给我三年自由,这老头言而无信。 我暴怒之下,穿了一套破旧的衣服,宿面朝天地冲去了相亲点。 刚进包间,抬眸的瞬间,我傻眼了。 怎么是你? 相亲遇到前两天酒吧,带走的小鲜肉,怎么办? 在线等,很急。 他看着我,点了点前方的空位,坐下聊。 我慢吞吞地走到他对面坐下。 我爸不是说侍博的孩子。 难道这位侍博家道中落? 还是我爸不知道他在酒吧工作? 你认识我爸? 不认识。 我刚松一口气,以为找错包间,又听他说道。 不过,我爸认识。 这人说话怎么瞎断句,这要是一口气没上来,不得憋屈死。 所以,你也是被你爸逼着来相亲的。 从他的表情里,我能猜出一个大概。 果然,我说完他就点头了,认识一下,我叫江亦臣。 名字不错,跟他人一样帅,是我喜欢的款。 谈恋爱吧,别人我不放心。 我突如其来地告白,将江亦臣下得手上的水都洒了。 我连忙扯了几张纸巾地上去,我有什么缺点你尽管说,我放大给你看。 他看我的眼神,在极力克制。 我懂。 今天若是相亲不成功,依照我爸那性格一定会在逼我。 有眼前这么好的一张挡箭牌在,我怎么可能放弃? 我花了半个小时,从古论金将他彻底洗脑一遍,最后做出总结。 答应我,你稳赚不赔。 大不了,你以后有心仪对象,我帮你追。 实在不行我用钱砸,反正我爸那个爆发户,别的没有钱最多。 江亦臣笑了,好像有点道理。 我心里一阵愉悦,赶紧一举将他拿下。 大兄弟,合作愉快。 晚上约好跟江亦臣在酒店吃饭,他停车,我便先进门等他。 刚进门便撞上了庄英俊,和他的女友圆圆。 圆圆挽着他胳膊,眼神鄙夷地看着我。 英俊哥,这不是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前任吗? 我冷眼瞪回去,一天到晚咯咯咯咯,请问你是母鸡吗? 你要下蛋吗? 没事就咯咯打。 他被我对得脸都绿了,你这人果然低级。 骗了英俊哥那么大笔的钱,他善良才不跟你计较。 我偏头看了庄英俊一眼,他得意的眼神在跟我对视后,瞬间尴尬地一开。 这渣男可以啊,朋友圈都发了声明,还能哄得女朋友团团转。 骗! 我看着圆圆笑出声来,你真可爱。 我感觉任何人工智能,都抵不过你这款天然呆。 庄英俊似乎怕我说出更多,急着要拉女友走。 圆圆,我们不要理会这种低等人,他女友倒是不愿意了。 英俊哥,我们怕他干嘛。 我哥哥马上就来,他非常厉害,我让他给你做主。 像是找到人撑腰一样,庄英俊的态度瞬间牛气了不少。 姚欣,你听见了。 我劝你识相地赶紧滚,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 你准备对谁不客气? 突兀的声音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,江一辰不知什么时候来了,站到我身边,还亲密地用手圈着我的腰。 看到他,庄英俊眼神里立刻露出一丝讥讽。 姚欣,我还以为你找了什么靠山呢?原来是找了一只小白脸。 我怒了,虽然江一辰是长得白嫩了点,可也轮不到庄英俊在这里贬低他。 还没等我回击,一中年男子挺着硕大的啤酒肚,走到我们面前。 圆圆立刻甩开庄英俊,得意地拉着他,指着我和江一辰。 哥,这女的是诈骗犯,骗了我男友好多钱。 这男的在一些不三不四的店工作,底子一定不干净,你快点把他们都抓起来。 他哥原本还一脸牛气,可在见到我身边的江一辰后,脸色立刻起了变化,腰都不自觉地弯了几寸。 江主任,您怎么在这? 我身侧的江一辰冷笑了一声,李涛,你妹妹说我们的单位是不三不四的店。 豆大的汉珠从他哥的额头滑落,他哥弯着腰连忙道歉。 误会,这都是误会。 英俊,江主任可不仅是我上司,更是你上司的顶头上司,还不快喊领导好。 这话让庄英俊他们,惊得眼珠子差点掉出来,别说他们我都猛圈了,一时间插不上话。 江一辰似乎看穿我的心思,解释了一句,我那天只是帮朋友送个东西过去,平日里不会去那些场合。 看来是我误会他了,这下尴尬了。 见庄英俊还没动,他哥急了,猛踹了他一脚。 庄英俊这才反应过来,点头哈腰笑着喊道,领导好。 看着他那狼狈没有骨气的模样,我顿时觉得无趣,挽着江一辰的胳膊拉着他要走。 庄英俊却不知死活地还想闹事,他突然开口,江主任, 你知道你身边这女人有多败金吗?你可别被他给骗了。 我盯着他,你这疯狗又发什么疯? 狂犬病犯了就去之,他目光猙獰地看着我,怕被我拆穿,急着赶我走。 他急切地拦着江一辰,他被老男人包养。 我上周还看到,他从老男人的家里出来,开着老男人的豪车。 他故意说得很大声,让周围人都关注过来。 这是证据,他把手机递给了江一辰。 江一辰看完,又给我看了一眼,上面恰好有我从别墅里出来的照片。 没想到这渣男,他还跟踪我,真是大变态。 这次,绝对不能放过他。 庄英俊兴奋极了,小嘴巴巴个不停。 这老男人叫孙政华。 拜金女亲口跟我说过,老男人就是他的后台。 他盯着我,摇心,你敢不敢去找孙政华对质。 突然,一道霸气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。 谁找我? 我爸面色铁青地从人群之中走出来,站到了我面前。 威严的气势,让庄英俊瞬间就耸了。 他还想搬弄是非,孙总,这女人一边住着你的房,花着你的钱,还跟别的男人交往。 我爸盯着庄英俊,眼神跟要吃人一样凶。 他是住着我的房,花着我的钱,连他身边站着的男人都是我给他找的。 你不服气? 庄英俊傻眼了,似乎没想到还能这样操作。 我上前一步,搂着我爸的胳膊。 爸,你理这二臂干嘛? 爸,庄英俊猛圈了,诧异地看着我,你不是姓姚。 我看着他那副可笑的模样,决定给他死个明白。 我跟我妈性不行,这二臂顿时棱在原地。 我爸盯着他,诽谤我女儿,当我孙氏的律师团是摆上。 随后,我爸叫来安保,直接把庄英俊给扔了出去。 这家酒店也是我爸的产业,大老板一发话,一整队的安保立刻行动起来。 孙总,你听我解释。 庄英俊还想挣扎。 我爸冷哼一声,留着你的解释跟法官说去。 至于圆圆和他哥,庄英俊都还没被扔出去的时候,他们就已经灰溜溜地跑了。 果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,大难临头各自飞。 下班后,我刚从公司大门出来,准备拐到一旁的商场去取东西,突然身后多出一只手猛地拽住我的胳膊,将我往身后的墙上推去。 姚欣,我错了。 我好爱你,我们复合吧。 庄英俊双手压着我的肩膀,死死地扣住我,不停地哀求。 我已经说服我妈了,她答应我。 只要能让我进你们公司当经理,她就会接纳你。 有了我妈的接纳,我们就能结婚。 我们家不会要太多的陪价,你适当陪价个百八十万就好,这对你们家来说九牛一毛,对不对? 我抵着她,拉开我们两个的距离,冷笑地看着她。 你知道你跟我提分手那天,我准备送你什么礼物吗? 她好奇地看着我,是什么礼物? 也没什么,不过就地豪院一套富士楼而已。 她的眼睛瞬间一亮,眼神里透着懊悔。 看得出来,她已经在后悔刚才自己要赔嫁要少了。 欣欣,你现在送也来得及,我妈可以明天就跟你去过户。 渣男人瞅,心眼倒挺多。 还想着把房子过户给她妈,真是可笑。 她急切地跟我解释,我之前是被圆圆那女人给蒙蔽了。 你才是我的真爱,只要你愿意,我们随时可以结婚。 圆圆她根本不是什么白富美,她家也没钱。 她还骗我说她爸是什么大佬,其实就是单位的一个看门老大爷。 她还离过婚,还留过产,这女人她太坏了。 庄英俊说的这些我都知道,当初扎圆圆资料的时候,我就清楚。 我故意不告诉她,我凭什么做这个好人? 她自己找的小三,会有什么后果? 自然她自己承担,与我没半毛钱的关系。 趁着她还在幻想放松警惕的时候,我猛地一脚踹开她,重获了自由。 看着她倒地狼狈的模样,我恨不得冲上去再踹两脚。 劝你有空撒泼尿照照镜子,就你这样的给我提鞋都不配。 还想跟我结婚,做梦吧你。 庄英俊反应过来被耍了,她双眼赤红地盯着我,脸上浮出恶毒的宁笑。 这条路平时没什么人,庄英俊曾经时常接我下班,所以她知道我的习惯,才会堵到我。 我心感不对,不跟她纠缠。 没等我离开,庄英俊突然站了起来,掏出匕首威胁着我。 欣欣,这都是你逼我的。 我原本想跟你好好复合,既然你不配合,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 等生米煮成熟饭,你就是我的人了。 我没想到这畜生,还会有这么阴险的想法。 我慢慢后退,眼神警惕地盯着她。 你这么对我,不怕我报警抓你吗? 到时候,你可是要坐牢的。 庄英俊冷笑,我没了工作,没了钱,什么都没了,我还怕什么? 这都是你害的,你必须得补偿我。 嫁给我,我会给你幸福的。 口口声声地说给我幸福,却拿刀威胁我,这渣男真当我没有智商吗? 庄英俊挥舞着刀,大喊一声,你答不答应? 他疯了,跟这样的人渣纠缠,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。 我将目光看向庄英俊的身后,大喊一声, 爸! 趁着他下意识回头的时候,我将手中的包包猛地砸向他, 打掉他手上的刀后,趁着他剪刀的功夫, 我把腿就跑。 可是我今天穿的是高跟鞋,没跑两步就摔倒在地,还扭了脚。 庄英俊追了上来,他捂着刀,恶狠狠地看着我。 是你逼我的? 姚欣,跟我附和不好吗? 为什么要逼我? 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,眼看着尖刀就要朝着我刺来, 我下意识闭上眼。 啊,结果传来的却是庄英俊痛苦的惨叫声。 我猛地睁开眼,出现在我面前的便是江亦辰那张满是焦急的帅气脸。 你没事吧? 惊魂未定地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。 你怎么来了? 江亦辰来不及回应我,起身逮住了想跑的庄英俊。 三五下便将这渣男打倒在地,交给了赶来的警察叔叔。 收拾完庄英俊,江亦辰又赶到了我面前,紧张地看着我。 哪里受伤没? 我,脚踝好像扭了,他直接一把将我抱起,别怕,送你去医院。 我果然没看错,这丝确实难有力爆棚。 我跟庄英俊的事情,在熟悉的朋友圈里传开了,张言在探听到一手资料后,立刻来跟我汇报。 庄英俊被从酒店扔出去那天,圆圆就跟她提了分手。 庄英俊不肯答应,她以为圆圆家里很有势力,便想抱着这条大腿。 去求圆圆回心转意的时候,却发现圆圆跟前夫又勾搭上了。 闹了一场后,庄英俊才知道圆圆的真实情况,对她彻底死心。 或许是因为打击太大,庄英俊在工作上犯了极大的错误,直接被单位开除。 走投无路的庄英俊,把我当成了翻身的资本。 她甚至在朋友圈里吹牛说,她是我爸公司的成龙快婿,很快就能成为顶级富豪,让朋友多巴结着她一点。 那群狐朋狗友嘲笑她癞蛤蟆,想吃天鹅肉,根本不可能挽回我。 被激怒后,发了疯的庄英俊,便带着刀来找我。 最后,把自己送进了监狱,等着她的是法庭的审判,还有冰冷的铁窗。 听完张言的叙述,我对她笑着说道,以后她的消息不用告诉我,毕竟人狗殊途。 三个月后,法院的判决输下来。 在我爸给力的律师团辩护下,庄英俊最后被判了一年的有期徒刑。 他这辈子,算是彻底完了。 尽管少了威胁,可江亦辰依旧坚持每天接我下班。 从公司下来,便见到他站在不远处。 我靠近的瞬间,他仿佛有感应一般,立刻抬起头看向我。 想好晚上去哪家吃饭了吗? 我说,买点菜去我家做饭吧。 他明显愣了一下,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提议。 他笑着说,算了,弄乱了你家不好。 我匹笑着他,别跟我客气,早晚都是一个户口本的人。 这层指我早就想捅破了。 当初说好,只是为了敷衍两家父母,避免不停相亲的命运。 我们才走到了一起,可是在几个月的相处下来,我发现江亦辰着实是个不错的对象。 既然看上了,那自然得一举拿下。 见他沉默,我以为他这是拒绝,又不知道怎么回我。 正打算再开个玩笑敷衍过去,避免朋友之间尴尬。 谁知,他居然牵起了我的手。 我错愕地看着他。 他却冲我笑得一脸灿烂,走吧,户口本永久住民。 半年后,我结束了实习生涯,正式接管了我爸的公司。 当年我跟他约定给我三年自有。 约定期一到,我爸便迫不及待地退位,让我掌管公司。 通过这三年在基层的磨练,我已经熟悉整个公司的运作,接管得非常地顺利。 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,我跟江亦辰决定结婚。 跟他在一起的这半年里,我过得非常地开心。 工作上的烦恼能跟他分享,生活里的情趣也能跟他分享。 尽管他的话不多,却总能用他独到的见解,替我开阔视野。 江亦辰跟我求婚成功的那天晚上,我爸有些伤感,或许是想到要嫁女儿吧。 他喝了点酒,拉着我一直聊天。 我爸说江亦辰很厉害,他跟江叔叔认识多年,虽然知道他有个很优秀的儿子,但是从未想过将江亦辰推荐给我。 若不是江叔叔主动找上门,说要给他儿子相亲,他也不会让我去见江亦辰。 后来得知我跟江亦辰看对眼的时候,他还有些担心,怕我想不住江亦辰会受欺负。 我问我爸,那你现在就放心,我嫁给江亦辰了。 不再考验一下,结婚可是一辈子的事情。 我爸神秘兮兮兮地笑了笑,猫着声对我说道,上次跟你江叔喝酒,他喝醉说漏嘴了。 我有些好奇,说什么了? 你江叔叔说,他儿子这辈子唯一求他,办的一件事就是安排跟你相亲。 我愣了一下,反应过来后,嘴角止不住地上扬。 原来所有的相遇,不过都是蓄谋已久。